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剛剛是自己錄影對不對 那如果說您像我們剛剛的 我把YouTube上影片下載下來 請問可不可以拿來這邊做剪接 當然可以啊 那怎麼用呢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就用另外一個新的投影片好不好 這樣 你看 有沒有是不是多一個新的投影片 好 那怎麼樣叫進來呢 您從這裡 在它裡面有一個叫做注釋 有看到這裡 有沒有 其實這個中文它是沒有翻錯啦 因為它英文卻是annonation 就是裝飾的意思 那您看到 進到這個畫面之後呢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上面這裡有這個 這裡 有沒有 插入圖片 插入聲音 插入視訊 看到了齁 甚至呢 你可以 這個軟體它也有一個抓取螢幕畫面的功能 抓螢幕畫面的功能 那 比如說我要抓視訊進來 我就點一下 我們剛剛有下載了 我就找這個地方 這裡 下載 欸 我剛剛影片 我記得我有下載了 沒有嗎 剛剛影片 我好像沒有下載成功齁 好 沒有關係 我假設啦齁 我就用我那個錄影的影片好了 在這裡 好 點開 你就看你要哪一段 我就抓進來 有沒有一樣可以放進來 對不對 你就可以來這邊 把我們你要的片段把它剪接出來就好了 這樣OK嗎 齁 所以 你用這個方式其實意思一樣 那我現在呢 做好了 假設我已經都做好了 這兩段做好了 我要輸出對不對 哪裡有輸出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做導出 有沒有 齁 這裡有一個叫導出的 欸 點到它 那我們講過這套軟體的話呢 但是呢 非商業用是免費的 尤其是在什麼 影像視訊編輯的這個部分是完全免費的 好 那如果你有用到右手邊 比如說我把它轉成什麼 一些互動式的 甚至轉成PowerPoint啊 這些 那它功能還是可以用 可是會在 我記得是在左上角的部分 還是右上角會加一個他們的Logo 會加一個他們Logo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還是功能可以用 只是會加Logo而已 而且沒有時間的使用限制 那原則上我們是以視訊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完全也不會有Logo 反正就是完全免費的 我就把它變成視訊 好 那您可以看到 預設呢 輸出的時候呢 我們的格式是MP4的 對不對 那它會以你 原本的專案的那個地方 再建一個 Video 然後MP4這樣的資料夾 比如說我剛剛是放在桌面嘛 所以待會呢 你會看到桌面上 建了一個叫Video的資料夾 裡面就會有這個檔案 你看我把它輸出 那這個時間會跟老師的 就是錄影的時間長短有關 錄了比較長 但輸出時間就比較多一點 不過原則上檔案都不會太大 檔案都不會太大 會比我平常在用的這個叫 Debug Video Capture大一些 可是也還好 這樣OK嗎 可以啦齁 好 待會呢 它會告訴你說已經做好了 你要不要檢視一下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還要等一下齁 原則上在這裡它會多產生一個叫Video 現在應該還沒有產生出來 這裡我就稍等它一下 好不好 來 我這邊已經輸出好了 我這邊已經輸出好了 有沒有 它就告訴你要不要檢視齁 那我先不用檢視每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會多一個資料夾 叫做第一次 第一個專案這裡 應該是 重整一下 應該會有一個叫做Video 這裡齁 這個點開 也沒有一個Video 點開MP4 只找到它了 那我們剛剛那個呢 檔案多到 18.5 18.5Mb 那到底多長呢 看一下 按右鍵 MediaInfo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時間Duration 在這裡 2分鐘 有沒有 快接近3分鐘 快接近3分鐘 不到20Mb 應該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打開來看一下它的品質 是不是OK 第一段對不對 3秒鐘 然後呢 後來就開始這個 這應該還算清楚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老師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 等一下我們要怎麼教作業 從這邊齁 來 我用另外一段錄好了齁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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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